11月5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后的第一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摊展商汇聚上海,其中展示最新技术、产品和服务。 其中,位于国家会展中心1.2馆的汽车展区成为此次进博会的一大热门展区。 世界前七大整车集团悉数到场,与传统车展所不同,尽管不少车企、零部件供应商以及科技公司纷纷展出其最新产品, 但相比车辆本身,它们更突出车企对未来出行理念的展示。 奥地品牌e-tron家族三款标志性车型,获得2019年度国际发动机及动力总成大奖冠军的捷报i-PACE。 第三届进博会上,多家知名车企纷携旗下新能源汽车组团亮相,汽车展区一展集结汽车领域最新趋势和情验科技。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 这份重邦规划为新能源汽车行业未来15年发展致命方向。 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百利认为,中国的新能源车市场将迎来重大机遇, 且未来汽车电气化改革将会在中国以非凡的速度进行,潜力巨大。 第一个,我们认为这种市场最大的市场地区域领域最大, 我说很多次在媒体, 市场地区域领域最快的大机会在中国, 第一个,市场地区域领域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 第二个,更重要的, 除了承用领域 在基建等商业领域的电动化发展 也在本节进博会上有所突出展示 记者了解到 来自沃尔沃集团展台的电气化作业模型 是其中国首秀 主要展示对未来理想施工现场模样的构想 它也是自动化和电气化现场作业 最新成就的缩影 此外沃尔沃还在进博会现场进行了 电动挖掘机客户样机EC55和 电动挖掘机概念机EX03的全球首发 吸引了众多参会者目光 我身后的其实是我们全球这次 首发的EX03的一个挖掘机 你可以看到这个后面 它比较创新的一个设计 就后面它有一个显示屏 它通过实时的这个视频流 让这个后方的车辆能够看到这个机器前面的这个整个的路况 来增加它的安全 当然它是纯电动的 所以是零排放 低噪音 然后持续运营的时间也更长 在这个交通和基建领域 电动化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因为电动化呢不仅仅可以提高这个效能 而且能够减低排放 增加那个交通的这个安全 去到台湾 Thompson by bwd5 此刻地看看 olel perform 然后在此看看 是不是在您的 能够理 haya说好 遭受到我们的 长 Kathleen 范道 将总统